上一轮居然赢了 而且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 四秒的时间陷胜对方 老爸是不是第一轮输了 他还没面子了 就怕被把空顶的脸给丢了 所以第二轮就拼了老命了 拼老命啊 那在我们的许晨号出征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爸爸妈妈帮他提高一点成绩的 就是要给爸爸妈妈来玩一个棒棒糖的游戏 好玩极了 我们因为有60秒钟的时间 然后你们要互相把棒棒糖贴到对方的脸 脸上一根棒棒糖是5秒钟 也就是说贴一根棒棒糖可以减少5秒 预备 开始 看看你们的默契程度 贴得紧一点 贴得紧一点 很顺利 果然真的有默契 我发现你们脸的皮肤都好有粘性 怎么搞的 四 三 二 一 五 三 二 三 三 二 好成功哦 快看看 一共是21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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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哈哈 来 来 我问一下你们的感受如何 甜蜜 真的啊 你说你说你什么感觉 甜心 哇塞 所以呢给你们的宝贝儿子省下来的时间有 105秒 也就是1分45秒 太快了 真是不错 好了 那孩子要准备出征了 这一轮呢 我们要请你的妈妈 陪你一起来比赛 好吗 好 好 321 让我们扁小了 小胖多儿 现在笑得挺高兴的 但也要笑到最后 看你的啦 预备 开始 走 勾复熊猫上场喽 不会吧 许臭浩小朋友 我们比赛是要勾复 不是要这熊一样的 一上来就来个后滚翻啊 这摔跤这门勾复呢 也不是一招一戏就练成的 是需要长年累月的苦练 再加上 零踢这么一脚 才能够由您刚才 所看到的这一幕 精彩的画面 精彩的画面 你看终于上去了 大山叔叔 你的这股力量 实在是太难抗拒了 太难抗拒了 悟空 你又顽皮了 怎么四扬八叉的 就坐着小车子下来了呢 这应该不是你本来的风格吧 你这样子很丢人的 堂堂个大帅哥就一头栽进了笑话枕头 小浩加油 小浩哥 我要提醒你呀 咱们是头可断 鞋可溜 形象可千万不能毁了呀 还没看呢 你看看看你 爬了八年到现在还没爬上来 就连你那鞋 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你这也太气有了吧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你这才过了第一关呢 快 快点穿鞋 快快快 好吧 你快什么快 人家不是在努力的吗 哪像你呀 光出一张嘴 这边一个 第二关球晃 哇 这每个球 都比我的肚子还要大十倍 要把这手套找到还真的很难呢 而且呢 手套找完之后还找出口 旁边还有暗器 不断地在暗箭伤人 所以想要闯过这一关 没那么容易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不会吧 大善说说 你又在玩皮了 拜托啊 人家在比赛 你还有心情摆pose 你让这小胖子情何以堪呢 小胖子啊 动作快点 赶紧下来过这关咯 小心 不要踩到那个 不要踩在上面 接着是下一关 怎么才叫你别踩就踩上去了呢 不过没关系 既然敢踩就不怕滑倒 好 我们接下来来到第三关 帆布戏 但是在这一关 这一对超重的拇指 终于遭遇到了一个 非常坚困的任务 到底要怎么上去了 这样也行吗 现在后悔吃了那么多零食了吧 来不及了 还是看我号码的身手吧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失传江湖多年的超人经典救命动作 果然是英明神武啊 不过号码你所创造的这个奇迹接下来就坑爹了 你看看一点速度都没有全部是手部动作 不过终于下来了 小朋友你要去哪里呀 你在这儿呢 我等着你呢 听到了没有 人家早等在那儿了 汪秋 竟然自点为凶器 从天而降 人家是随便丢丢可是砸到我 那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拜博明姐姐 不要那么没有工作性好不好 难道他弹性还蛮足的 我还是三十六级走位上车 接下来这一关就是高骨头 这个我喜欢 但是咧 怎么搞了高骨头还会闹情绪呀 难道说你又要让世人见证另一种无敌功力吗 天哪 看来我真的是可以去睡一觉再来 估计你还在哭 我看了那就是一个少年 是怎么输给一根高骨头的 在这根高骨头上 他演绎了一段可可可泣的凄美奋斗故事 他的表现这本主题四次入口 所达到的目的就是用娱乐为人民服务 这么超强的解不解脱能力 就让一切的尴尬窘破随风而去吧 超时目想的奶油蛋糕我来了 你怎么搞得被卡住了前来救救我啊 不会吧 大三叔叔 我知道不是你轻生的 你也不用这么绝情嘛 你知道吗 你这么做事很坑爹地 原来奶油吃多了也会打嗝啊 这年头明星都爱装神力 我呢就直接泡沫这脸秒杀大牌们 就是这么有点硬 啊终于找到了赶快王牌爬吧 大牌驾到红地毯辞后 来 错啦 不是红地毯是黄色的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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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看错 真的是最后一关了 那么星天取经都不然这么艰难的 哇不会吧 火光飞剑 嘿哥们这玩太大了 不过来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一举定前吞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看他今天确实是体力不是特别好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娇生惯养他呀 以后看起来在锻炼上更加要 注意更加下力气 那我们问问晨晨 我们的时间到底如何啊 晨晨 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慢的记录 12分51秒 再减去1分45秒 那你们最后的成绩呢就是 11分06